兽族大将蓝木将军寒恨而终 人类的光致突袭计划虽然成功了 但没想到兽族的生命力却异常蛮强 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没能将他们一举击溃 他们甚至唯有隐忍于不断的成长 才能存活下去 兽族强大的恢复能力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他们又一次出现在了甲心图高原 这里是人类最后的防线 此时科尔与巴多亦被分配到了其他小队 而地小队也及时补充了两名新成员 新兵弹子卡敏 他的二哥在不久前刚才与兽多战斗中牺牲了 他又主动跑来参军 可谓是满门中立 猛男太医马哥的好友也是个狠角色 而我们的马哥一人生猛 刚刚甩领小队击退了一股受住士兵 此前与妻子失联的多姆 则急于向指挥中心询问情况 但安亚告诉多姆 她的妻子玛利亚已确认失踪 此时多姆的情绪显然有些失控 与此同时为了人类的延续 维安政府决定赌上所有 此刻执政官普莱斯卡 正在做最后的战前总统的 此刻执政官普莱斯卡 他们的战争和减少 可谓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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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中提到 兽族拥有可以使整个城市沉没的秘密武器 这样人类必须主动出击 但首先要找到兽族的核心所在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 地固风暴行动 利用能够载人的钻地机打通地表 将大量的作战小队分批送至地下 寻找兽族核心 此刻军队已集结完毕 正朝蓝灯时进发 因为那里的地送很适合下转 当队人靠近蓝灯时胶外 兽族突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一路扫成炸白后他们来到了蓝灯时 刚不说号钻地机器一个貌似鞋血战士的哥们就从地底窜了出来 此人正是兽族的大祭司 斯寇 也是兰姆将军的豪远 兰姆死后 他接替了将军 成为了兽族大军的最高指挥官 虽然长期负责掩护的巴勒与克尔不在 但新队犹太医也绝不是善长 这是人类首次来到兽族居住的地血 同时其余算一机也紧跟地到达了地底 经过一番周折后 马哥带着多姆与新兵弹子卡米 一路来到了地血深处 眼前的一路真是令人炸射 达吉斯已回到了地血 此时他正指挥着一条巨大的虫子 横冲直撞 地下结构被瞬间破坏 马哥间断及时与指挥中心取得了联系 执行 你能读我吗 你能说这些吗 执行这些 德尔特 我们刚刚收到最高级的证明 那里的城市 整个城市已经被淘汰了 你正在位置 安娅 是一大大猫 原来这是一只远古凿洞兽 它就是兽族的秘密武器 它在地下四处打洞 已经让托伦市 蒙特瓦市 以及刚刚的伊利马市 都沉入了地下 这些全都是甲心图周边的城市 兽族的目的已经很明显 就是最终让甲心图沉没 面对这个惊天阴谋 马哥还没有来得及多想 就看到在奥巴德与克尔直升机 从眼前坠落 信号二人早已调机 不愧是希拉天团的梦迷 找到克尔时 竟然好发无伤 但找到巴德时 他已被兽族关了前 原来兽族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 是因为他们将抓走的人类 通过基因技术转化成了兽族 而那些老了病残 则变成了苦役 直到被炸干 最终变成兽族的口粮 言归正传 地小队总算是再聚少 他们要赶回总部 汇报兽族的惊天阴谋 此刻他们正在等待直升机 前来接迎 但他这远古着动手 显然不想让他们轻易离开 汇报兽族 远古着弄手 一口将斯坦蒙男吞进了肚子 所有人醒来后 发现他的体内到处是残垣断壁 贾西都周边的城市都被他给祸害了个干净 四人一路找到了先前不幸衰落的卡米 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 这彻底激怒了斯坦蒙男 一顿折腾后 远古着弄手没了手枪 出来后的马哥向指挥中心请求接应 可直升机却拖载着坦克飞了过来 原来霍夫曼商校有新的任务交给他们 一份刚破解的文件显示 在新希望研究所里藏有关于兽族的重要信息 通过这信息的分析 线索指向了卡达尔山 指挥中心希望D小队找到兽族大本营 完成斩首行动 四人一路朝卡达尔山进发 但没想到在山脚下 有一处兽族的据点 突破了兽族的防线后 四人一路飞车来到山体内 在一个山洞中 他们竟然遇到了一对游民 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争 一直藏匿在这里 对山体内的地形异常熟悉 马哥从老人的口中得知 从此处沿着河流 就可以一路找到兽族的大本营 而多姆也意外打听到了 失踪妻子的信息 此时马哥叫科尔与巴德 先将游民送回基地 而他与多姆则乘坐木巴 前往兽族的大本营 二人上岸后 发现一堆兽族士兵 正从眼前经过 但一直惦记妻子的多姆 显然有些按捺不住 他想去寻找妻子 马哥试图劝阻 毕竟他曾经为营救父亲 酿些大货 他不想让多姆重蹈覆辙 但多姆执意要去 二人最终在地区深处找到了多姆的妻子玛丽亚 但此时的玛丽亚已经变成了形式走肉 受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生 我太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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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哥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的好兄弟 而多姆是要与兽族不死不休 但此刻他们还有重任在身 找到兽族女王才是当务之急 眼前这座建筑正是兽族的皇宫 指挥中心曾叮嘱他们 在确认位置后 务必发射信号等待支援 钻地机搭载着人类小分队从天而降 早前护送游民离开的科尔与巴德也在其中 在刹下皇宫的路上 马哥酝酿依旧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眼看着一个个亲人与战友从身边离去 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梦火 一场激战后 地小队再次集结 四人一路向皇宫走去 但他们却误打误撞 先来到了一个类似作战史的地方 原来 兽族早就在策划 沉默人类的老价加星图 而兽族之所以这么做 不仅是为了拿下这场战争 更是为了生存 因为大量兽族不断地被地下的一亩原野感染 变成了荧光族 而这些荧光族反过来疯狂地攻击他们 兽族在地下世界过得异常艰难 这就是他们突然向人类发动战争的原因 沉默甲星图不仅可以重创人类 还可以让海水淹没地骨 连荧光族一并消灭 真可谓是一石二鸟 更令人惊讶的是 马格在这里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马格在这里又听到了 一步適合这个战争 马格在这里又看得比你多 我怕他们把尽获的最大 我猜到你觉得是吗? 许不,我猜到你 原来马哥的父亲早前就向人类提出过这个想法 但人类为什么没有采用 而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兽族的老家 马哥又是一点问好 但皇宫尽在咫尺 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兽族女王 兽族的女王竟然是个人类 看到斯大猛男爱到自己的皇宫 不仅不慌还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仍然有方法让我们随着 Jacinto 你会残在联系的殿材 不若我们随着一旦 少许的 我认识了你的计划 随着 Jacinto前我们 我怕它不会成功 别太确定 但是我会 我们已经有一个军队 没想到女王跟马哥的父亲 还是旧相识 马哥彻底懵劝了 还没来得及追问下去 女王却照顾斯扣大地寺 挡住了哥尔吉哥 自己则潇洒离去 大祭司与马哥一分缠斗后 自觉不敌一跃而起 召唤出海卓兽 直接逃出了皇宫 而贾星图此时 已被兽族重重包围 眼下必须赶快去商量对策 但苏使未要交通工具 只有兽族留下的几头掠夺兽 四大猛男还管哪个 能动就行 死人快马加鞭 朝甲心图赶去 原来大祭司并没有走远 一直在外面等待时机 要是不可受的科技 还真是人性 不但人类可以操控 而且火力还特别猛 大祭司就这样死在了 自家的产品下 回到指挥中心后 马哥想启用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兽族搞他贾星图之前 抢先一步炸毁所有的支撑点 让兽族连撤离的机会都没有 一举将兽族玉英光族埋葬于弟弟 虽然有点疯狂 但是却得到了支撑官的支持 原来在早前得知 受阻阴谋的时候 维安政府就已经开始 安排人民从甲心图撤离 从这一刻起 战争呈现出一副诡异的姿态 兽族与人类都想将甲心图沉没 就开始能抢先一步 直升机显然无法到达地底 但兽族的巨龙兽 又帮了马哥的大忙 我们可以载它 我们能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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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载它继续载整整个行动 利润一件事 但是一鲸鲸鲸鱼 他们能载它 那么我们 马和奇的巨龙兽 轻松将一个直升点打碎 露出了球顶 装载着光子飞弹的直升 直升机正好可以从这里飞进来 现在只要安装好飞弹 就可以将所有的直升点全部炸毁 瞬间沉默假心度 但不料长期浸泡在一亩原野中的巨龙兽 已经开始发生变异 完全不受控制 一把掌拍飞了再有光子飞弹的直升机 眼看巨龙兽就要变成了荧光兽 还好巴德与克尔及时赶到 虽然没有了光子飞弹 但马哥去集中升职 露出的天空让他正好有机会使用黎明之水 粒子炮从天而降 而巨龙兽就像一个被引爆的超级炸弹 我讨厌锅 与兽族的战争至今 人类从四十亿人口到如今只剩下区区的几百万 代价异常惨痛 可兽族女王仍然不知所终 兽族随时可能会卷土重来 小鹿